武汉肺炎疫情严重扩散 中国全省沦陷 近日有武汉一线医护人员的对话流出 显示在多天前 医院就已经有大量病人死亡 殡仪馆处理不过来 急诊沦为停时间 影片中医护人员还指出 确诊用的试剂数量有限 而且只能对住院病患使用 未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和死亡人数就不会被统计到数据中 因肺炎死亡人数 可能会超出台面上的数据非常多 有从中国流出的网络影片显示 医院内的死者 尽管殡仪馆24小时运作 也无法立即接手做后续处理 大量的尸袋被堆在走廊和病床上 并未做隔离或另外集中安置 而从另一部影片可以看到 殡仪馆内摆着大约10具 等待火化的尸体 而工作人员在一旁大声唱歌壮旦 新的二台电视整理报道 万类长成元八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